新加坡设计科技设计大学和一所物流公司 联手打造出本地手间利用3D打印技术 定制家具的员工休息室 里头的桌椅和吊灯都是以回收物品制成的 福利员工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日常工作中 记者李正义报道 直径约3米的巨型吊灯 有900个塑料瓶子制成 新科大团队将塑料瓶子沥干后搅碎 再把它烘干当作原材料放入料斗 在挤压机250度高温下 利用机器手移动托盘就能准确地打印出复杂的结构 整齐排列的窗户灯饰也以相同技术打印出 休息区桌椅也注入回收环保理念 这张椅子是使用聚乙烯塑料制成的 承重超过100公斤 不仅防水也容易清洁 而这张桌子部分结构则使用纸皮制成的 这整间员工休息室的6张桌子 善加利用了超过200个被废弃的纸皮 公司也让员工参与了设计和组装过程 因为这些材料不是平常他们都是有接触的 可是没有人会想到其实这些材料 其实是可以赋予他们另一个生命的 对于创意方面也是有一些激发 然后对于他们有一些归属感 就是他们也是参与 然后一起打造了这个很特别的空间 休息室预计下个月开放供员工使用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增义报道